Hello, 大家好, 我又回到開箱了 這次開箱是什麼呢? 就是最近大家討論到最高的、最期待的 新加坡非官方非環書處出版的新加坡版本 Benz Gitaro 的模型 終於出來了 這就是它的包裝 首先是一個黑色的盒子 用來裝置這架模型巴士 是比較簡單一點 上高沒有什麼特別的 前面這裏就著名了 1比例76 Benz Gitaro Benz 新加坡巴士 這個顏色是新加坡統一 類似倫敦那樣 倫敦是三架紅色的巴士 新加坡有四間公司 但是三架以後 逐步逐步 新加坡的巴士逐步逐步 每一架都要同一 變成這個清晰的了 目前新加坡有四間公司 SBS SMRD Go Ahead 和Travel Tonsive 之後這個裏面的細節是根據 SBS版本的Gitaro來設計的 這個是出版商 MASTERBEAT 就是新加坡 道地的 模型 發燒者 應該是這樣說的 MASTERBEAT 也出版了很多 新加坡很本地化的 那些 模型 巴士 消防車 池霧車 之後這個是南美 南美 Product MASTERBEAT 之後 熟悉的1.76 比例 這個是網站 這個是Facebook 這個是Email 這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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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次呢 有特別 跟Benz MASTERBEAT 申請了這個 這個 這個 準證 來 設計這架巴士 所以 這個 是 這個號碼呢 NPCA000263 是一個 算是 一個 證書 Running Number 因為 這個 這個 模型 裡面 是沒有證書的 待會我們開箱 它裡面是沒有證書的 所以 可能是靠 這個 你看它的 衡量品的號碼 因為 這款 它是出 590部 590部 全球衡量品 這個是第一批 之後 曉不曉得再出 我們就不知道 OK 開箱 一定有一個盒 一個盒裝置 你看 下面是沒有證書的 雖然說是衡量品 但是 沒有證書 沒有那隻號碼 然後 這裡是送 Sticker 水貼 我們來看看 這個水貼 有什麼 OK 這個就是水貼 SG SG Lubbus 但是這裡是 Travel Transit 類似Travel Transit 的標誌 但是 沒有 寫到正正了 它是大概 大概 大概 沒有寫到 沒有寫到Travel Transit 但是這個標誌 熟悉的都知道是Travel Transit 所以這個是水貼 我們看看這部車 下面是兩個螺絲 鎖住了 我們來開箱 開箱了 OK 開箱了就看到比較清楚 這個是 Fence Gitaro 我們來 逐一講解吧 這個是 這個是 冷氣的 頂部 冷氣機的頂部 這個是 都做得 挺仔細的 車頭 路線 116 這個是 遮容板 這個網後鏡 這個也是 吊鏡 這個 吊鏡 還可以 之後 這裡 這裡之前是 有個青色邊 在這裡 但是 發佈之前 我們又跟它 分認了一下 所以 它出來是一個黑色邊 因為真車是黑色邊 它之前出來的 那是無尼陀 這裡是有 清色邊 就不同了 這裡有 改進了 佛部 不錯不錯不錯 這個是 輪椅標誌 這裡的拉花 這裡前面的拉花 灰色 顏色 是根據 是從新加坡本地 SG 1000 G 的拉花 來設計 其實 真正 除了 唯一一架 SG 第一千架 吉他路 那種特別的拉花 這個 灰顏色 是沒有那麼厚的 它是薄薄一片 又拉過了 是沒有拉到這個標誌 所以這個有點不同 跟這個真車 SBS 65 400 的真車 來比 是沒有拉花 這麼誇張的 OK 之後這個司機位 船箱 這個是新加坡巴士的船箱 打卡機 DDU Nubi Sterling 嗯 都幾仔 之後橙色的就是打票機 上高這裡 哇 不錯不錯不錯 車頭的部分 做得不錯 但是 有些可惜就是 這一塊泵把 這一塊 凸了一點點 你看 你 留心點看 你可以看到 這裡 和這裡的顏色 是有些不一樣的 它是蹲走了一點點 我們看一下司機位 哇 司機位 不錯 做得很仔細 是很仔細 Gonobi 哇 不錯不錯不錯 好仔細 好仔細 不錯 這個價錢 有一點點值 OK 司機倉的位 不錯 做得很仔細 我們來看看 測面 測面 裡面 這裡粉紅色的 紫色的 就是SBA的特典 之後 錯包呢 錯包是 夜光黃 夜光青 類似的顏色 是一個SBA的特典 之後這個錯包是橙色 就是 SBA的拉花 就是這樣 SBA的設計 就是這樣 而它是SMRD SMRD 它是 藍色凳 之後 這些是白礦的 扶手 顏色 所以這個是根據 SBA的拉花來設計 不錯 測邊我們來看 都幾仔細 這個是 油缸 這個油缸 這個油缸 都設計都不錯 路線116 路線116 之後這個撥梯 就有一點點閃 太過乾 太過涼了 之後這裡 如果貼過 水貼上去 都差不多 在水貼的位 放在這裡 剛剛好 然後 就這裡 拉美門 這裡拉美門 就偷雞了一點點 因為這三條行 應該是紫色的 但這裡就噴了黑色 內中 輪椅版 輪椅版沒有設計 都看過 太過仔細了 完全是沒有的 如果是看輪椅版 是沒有的 但是 錯包位是 跟 是不錯 是針車的設計 都是這樣 然後 這裡 中間 就對了 那些排位 也是 根據針車 但是這裡 最後一排的排位 這個 是黏在一起的 但是這裡 就分開了 最後一排四個 錯包 應該是黏在一起的 連接在一起的 但是這裡 分開了兩個兩個 可能設計 那裡出了一些問題 OK 車尾 車尾 如果是SVS 它的路線牌 是扣旁邊的 如果是SMID 它的路線牌 是正中間的 所以這個 你到了新加坡 你一看 路線牌 在這裡 通常 內部的設計 都是那樣的 如果是SMR的東西 它又在正中間 SMR的電子牌 是在正中間 之後裡面的錯包 就是藍色的 車尾 不錯 有GDL MXD BANG 因為這個 申請到準證 BANG市場 又特別遠繪 所以 它可以光明正題 印到這個Logo 都很仔細 之後這個 香港那裡好像 雲書像 剛才 開始推廣 是嗎 但是在新加坡 我們就 有了 這個就是 多謝你用路 給巴士出閘 就是這樣 之後 車尾燈 60隻 新加坡 新加坡 巴士山坡 綁油 到了60隻 就不能飛 你怎麼快 你連飛都是60隻 就走不了 綁油 為了安全器件 之後這個 尾燈 是沒有得開的 引擎蓋 是沒有得開的 OK 就是這樣 這裡 旁邊 嗯 都不錯啦 輪椅位 不錯啦 冷氣洞 喔 冷氣洞就沒有設計 都怎樣了 這個是車廂頂部 好 那如果拆開了兩個螺絲的底盤呢 我們就可以直接 看到這個巴士的底盤了 巴士的底盤 這個是沒有得開的 沒有得開的 這個是 前方的輪 沒有得開的 之後這裡是兩個 螺絲洞 這個是 氣 氣壓 巴馬 不知道怎麼說 就是那一支全氣的 之後 最後是 馬輪 之後這裡是特別著名 1.76 Mercedie Band MASTER BEAT COLLECTION MAKE IN CHINA 沒有爆炸的 這個 哈哈哈 OK 這個就是風 這次開箱 就到此為止了 如果接觸來 還有出現什麼 新鮮 新加坡版本的模型 我都盡快第一時間 為大家 揭曉 開箱 香港的朋友 如果去買這個模型 都可以的 好像到一個網站 叫做 www.justo 還是什麼 J.O. 什麼 等一下 我要在下方 寫個 連接給你們 好像是 用 每金 每金 72 還是92 我忘記了 總之 價錢 計分起來 跟新加坡差不多一樣 新加坡這裡的售價 是 星幣 98 星幣 98 換分 這個 大三方 可以 出口 給香港的收藏者的價錢 其實 兌換了之後 都 增不到幾塊錢 所以 都很值得買 的 啊 是這樣 多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